在了解过我们的软件包的安装方式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进入mysoco的安装环节 那么这个环节呢 也是以后呢 我们需要频繁需要去做的一个环节啊 所以呢 它是一个重点 那么磁座安装呢 也一样把安装为例 安装mysoco 不要着急提前安装 可能刚才我在安装的时候 已经把mysoco装上去了 那如果你装了 那不好意思 你要重装啊 装错了 这地方呢 在装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我们装的时候 装的指令 mysoco分为客户端和服务端 如果你直接输入yam install mysoco 那你装的是mysoco的命令行界面 它是客户端 那么服务端怎么装呢 服务端是yam install mysirco-srvr 你得装这个 装这个才是装的服务期端啊 所以呢 这个命令不要进错了 来实现它 把它呢拿过来 拿过来 yam install mysirco-srvr 服务端 走 找到了啊 找到了 找到之后的话 然后现在呢 会告诉我 要安装一些依赖 哪些依赖呢 mysoco-pair和pair dpi 然后更新呢 更新这个mysoco-srvr 一共呢是12兆 一共是12兆 那这个步骤呢 我们就可以确认了啊 输入y就行了 在这个步骤 输入y 这个y啊 不要忘了啊 输入y 然后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汇总信息 输入y之后呢 确定 现在它就开始下载这个包了 现在就会发现 它下载什么包 是不是rpm包 对rpm包啊 最样 其实最终安装的时候呢 还是以rpm方式进行安装的 还是以rpm方式进行安装的 只不过呢 它把这一系列软件的下载 安装 所有的操作 都给我们通过一个命令 给搞定了 对从网上下的 所以必须要有联网 你不联网肯定不行啊 默认是从网上下的 就是从我们刚才看的 清华大学那个福气上下的 等它全部装完啊 六个包装的还是比较快的 装完了啊 在哪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一个确认啊 在这个地方这个确认啊 杠挖一定不要辣了啊 辣了的就不止行了 啊 我也不要忘了 杠也不用啊 那么安装好了之后呢 这时候的话 一如我们最后呢 所看到的这个界面 安装的过程 它呢 更新 安装 Cleanup Verify 这一系列安装 比我们要做的那个rpm安装全多了 它既可以更新 又可以安装还可以清除我们已经装好的这些软件 然后呢 还可以去最后呢来做一个安装验证 看你装的对不对 哎 最后的话告诉我啊 已经装了什么 解决什么依赖关系啊 更新了什么啊 所有的提示这里面都有 好 看到这个complete就可以了啊 完成的一个效果 就这个效果 其实那到现在的话 我们myser号已经装完了 简单吧 啊 要通过圆码编译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还在下包呢 木耳安装哪个路径 这地方我们看不到 这地方我们看不到啊 所以到时候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快捷命令 而且呢 myser号在装的时候呢 装完之后 我们有两个目录需要指导 这在后面要提到 接下来呢 来做这个myser号的初始化操作 myser号呢 它是管理数据库的 是管理数据库的一个服务器软件 那么要管理数据库的话 数据库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看的 所以呢 肯定要做一个初始密码的设置 那接下来初始化操作的话 我们需要执行的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呢 不需要咱们去记 你只需要输入mysocal 下滑线se就可以了 然后按泰宝符 给它切出来 切出来这里面呢 有两个 一个是mysocal secret 然后呢 instauration 还有一个mysocal 什么ceta ceta permissing 这里放置我们执行它 执行这个命令 叫mysocal secret instauration 执行它 这个呢 就是mysocal的一个初始化命令 执行它 这个命令呢 已经放到了 困境命令里面去了 如果你想知道 这个命令在哪 我们可以通过 wh rish 在哪 在并里面 那其实说明mysocal 它安装的时候 把奥金智的一些执行文件 放哪里 放并里面去了 行 执行的 这个时候的话 你一执行的时候呢 就要求我们对于一些 基本的英文单词 你要认识了 如果你不认识 这后面的太难了 告诉我怎么了 咱们先把这个 先给它结束 先给它结束 为什么先结束呢 其实这样你运行的话 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 安装 处置化之前 先做一件事 service mysocal start 先启动 再去做这个配置 这是合理一点 先启动 ser vrse mysocal d 加d 表示守护进程 启动了吧 成功了 先启动成功了 那后面的话 我们才能去 更好的去做这个配置 启动 启动好了之后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看什么呢 看mysocal的一个端口号 了解一下 端口号怎么看来的 叫 nita lt it -tnlp tlp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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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吗 多少号 3306 3306 mysocal的默认端口号 一定要记着 3306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记得 第三个端口号了 第一个22 第二个80 第三个3306 3306 怎么是5064 默认端口号 3306 看到3306才是对的 你要是看到别的 那就不对了 不是你装的问题 你肯定看错了 你是看到下面这个记得吧 然后呢 这时候再去执行它 执行它之后的话 然后来看一下提示 上面的就不用看了 上面的就不用看了 看下面 enter current password for root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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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输入当前 root用户的密码 注意这个root 不是我们的 Linux root 不是Linux root 这个root是指 mysocal的root 在mysocal里面 也有一个root用户 在mysocal里面 也有一个root用户 千万不要搞混了 我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 往这来 第一个 那这个呢 叫请输入当前root用户 用户的密码 然后enter for none enter for none 如果没有 直接按回车 咱这会儿当然没有了 注意 此root 并非 Linux的root用户 所以你不要输那个密码 输那个密码是没有用的 这个时候呢 由于没有 我们直接按回车就行了 直接下一步 因为没有密码 他说 ceta root password 是否设置 root用户密码 因为没有嘛 他会提示我们 是否要设置 表示 是否设置 root用户密码 root 密码 是你就输 y就行了 不是你就输 n就行了 y 这个时候让输密码了吧 新密码 密码在写的时候 要注意 这个密码呢 咱不能写简单的了 不要写简单的 复杂一点啊 一定要提高你的安全意识 那比如说我去网上生成一个密码 密码生成器 记不住没关系 真的不用记啊 比如说我来来个12位的 行了啊 我把这密码复制一下 密码 辞出密码 密码把它搁这啊 需要设置的密码 搁这来 嗯 密码随意啊 你想设置哪个 我这地方就设置它了 呃 为了方便 我们后面还要用到密码 我把这个密码先存一下啊 别到时候那个 怎么忘了 嗯 行 然后这块的话就设置密码了 密码呢 粘贴一下 右键粘贴 回车 rent 重复入入 再回车 密码 设置成功 到设置成功之后呢 那么后面的话 remove annual user 是否移除匿名用户 是否移除匿名用户 这个呢 那我建议你绝对要移除掉 因为咱设置密码就是为了安全 为了安全 你还要用匿名用户啊 是否移除 匿名用户啊 那当然是我们要选择移除 也就是 Y啊 输入一个Y 就不要拥名户 要拥名户 太不安全了 任何人都能登录 耐得了 第四 Route login remotely 是否允许 Route 远程 登录 呃 但是不好意思告诉你 很残酷的现实是 不管你输入 Y还是N 它都不允许 所以这项 没有什么用 为什么要 那就不知道了 其实按理说这一项呢 你要设置允许 应该是远程远程的路的 但是实际事与愿违 你不管输完还输完 它都没有什么用 都不允许啊 所以是默认是不允许的 默认不允许 所以这个你随便租哪一个吧 那其实按理本意的话 比如说它不允许远程的路吗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允许的话 应该输什么 再读一遍 不允许远程的路吗 是还是否 是就不允许了 否就允许了 就是 负负得证嘛 它本身就是不 然后你再来个不 那不就取法了吗 所以这边呢 你可以输完 但是不管输完 输完没什么用啊 直接过去 remove test database and access to do it 是否移除测试用户 测试数据库啊 移除 测试数据库 那这块呢 我们就可以 可以选择移除 也可以选择不移除 都行 那这个地方呢 咱刚学 咱后今天测试的操作 我们就建议测试数据库里面 所以这地方呢 我们就先不移除吧 先不移除 先不移除 选什么 选no 然后reload prevages type of no reload 重新加载 prevages prevages呢 叫权限的意思 是否加载 重新加载权限表 权限表 那权限表 什么时候重新加载的 这地方说一下 那么当我们呢 去更改了用户相关的 这个用户是指 my circle用户啊 是指my circle用户 相关的信息之后 那么我们是建议去 重载的 建议重载这个权限的 所以这地方呢 我建议你设置一个 why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更改了用户 更改了用户的密码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输入个 -y肯定是好的 Thanks for using my circle 是不是ok了呀 ok啊 行 那么看到这一步 那恭喜啊 我们my circle呢 初始化就已经完成了 看到这儿 初始化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正常的 对my circle进行一些 其他的操作了 啊 那么到2.1 2.2 这两个步骤呢 其实就是my circle的一个 安装过程 对 对 对